大家好,我是光灯 今天我就一个人来到南京出差 然后就顺便过来吃一下南京的本地美食 也是通过粉丝的意见 我就来到这个餐厅过来尝一下 而且刚才一听餐厅就遇到了一个粉丝 然后跟我说这里的菜他刚吃完饭了 说都好吃的,所以我蛮有信心的 那第一个菜就是干丝 好像是他们这里的特色的 按我的了解就是华阳菜就是很难 很将就这个倒供的,难看得出来 挺好吃的,就味道比较清淡呢 也有这个酱丝的那种感觉 这里面就蛮舒服的,下饭也蛮嫩的 好吃 那第一个刚吃完了,别的都更来了 面水鸭,还有这个双拼山丝和下饭 有这个豆腐汤 有一个狮子桶 而且一切开里面就可以看这个蟹粉 蟹肉很多的,蟹黄也多 狮子桶的口感特别好 特别嫩 而且血粉的味道也出来的很好的 好吃 这个下饭真的好吃 就没有多余的调味 而且口感很好的 又有弹性又又嫩 就喜欢这种比较原汁原味的 这种陕色 我之前在上海也吃过蛮多次 但是我印象里面就是有点太咸 味道太浓 对我来说很油 这个还好一点 没那么咸的味道 淡一旧旧 也是味道比较浓 但是我觉得真好吃的 咸水啊 本地的面餐 你控制一下自己吧 就像带回上海的老婆肯定喜欢这个了 这个导工厉害了 这个我还是要练一练的 一丝一丝的那种感觉 漂亮吧 好的 吃光了 我吃好了 真心的觉得整体很好吃 很好吃 就那些 后果也不是太重的 比较清淡 我挺喜欢的 味道真的很不错 就是我今天真的 汤水水绝对太多了 太多 全部是汤 感觉喝水喝饱了 但是好吃的 味道好 满意